伴隨著處女座的新月 來到農曆八月 上升或者太陽的獅子座 此生整體運勢會如何 今個農曆八月你們的 attention 是會完完全全去到工作賺錢那裏 有一個先易後難先吉後空的現象 你們絕對麻煩要和我聽清楚 其實如果我要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你們自己去做生意 但這個世界上始終都有人打工 都會有私事去打工 如果你們不是自顧而是受顧的話 這裏會討論為你有一些升職 或者你可以執掌到更加大的權力 有一些事業上的突破 OK 那你們自己之後去衡量 你慢慢試一下把它的念頭 你自己去fine tune一下 但我未必有這麼多時間 會打了這麼多泥錢 而我最簡單 最淺淺的一個解讀 我會拿做生意去講 OK 好 農曆八月可能你會開始做生意 或者早於農曆六月的尾已經可以開始 尤其是一些跟別人一起去合作 即是一些partnership的生意 那就是你們一句 靠人靠人 這個世界靠人是靠不住的 力不倒不為才 最信得過的人 始終一定是自己 麻煩 不要懶惰 不要什麼都相信人 你自己一定要多點參與其中 要自己多點做 多點看 不是一美聽人去講 如果不是 首先他可能會騙你 還有就算我不把對方說得那麼差 但是 有一個機會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的這個夥伴 這個大水喉 會忽然之間沒有了 for whatever reason OK 假設他急著要移民 那他不能再跟你一起玩 或者他被別人去挖角 叫走了 那他不能再支持你了 又或者 再慘一點的話 他自己 身體健康忽然之間出了問題 他都自顧不閒 還有什麼時間去顧你呢 或者再慘一點的話 他一個交通意外 突發失望 那是吧 這些事情你不能緣的 我這裡見到 就 我覺得那個意象 不是壞到他會有些事情去害你 但是你是有機會會失去了他 跟他的緣分 是無緣無故 是劃想了一個優子符 而這件事是 並不能夠在你控制之內的 OK 那所以為什麼現在呢 你 就算這件事是 起始 不久 OK 你覺得他很靠得住 或者你覺得好像走路了 讓他自己發展一下 不行了不行了 好啦 這個是關於你夥伴的一個提點 那但是呢 對你自己來講 史智朋友 你自己呢 都要小心 自己的那個財源 OK 不是說 Cut laborer的那個財源 你的那個 income source 你的那個 financial source 是不是穩健 你究竟能不能夠不斷去泵水喉 進去被這個新的事業突破 OK 這件事都是非常之 有一個嚴重的隱患 在這 OK 那除了你自己的錢之外 你的身體 也都是有非常之大的引誘 忽然之間去搞這個 即是這麼大的事情 你的身體能不能夠應付呢 你的 即是周圍 你的時間 那些東西 你分配得好不好呢 會不會拖垮了自己呢 這些全部的東西呢 你是要非常之注意的 好啦 那 我真的不想再說 如果你是受固的人 那會怎樣 OK 那在一些權力地位方面 如果你是有 即是有所提升 OK 那接連他都可能會加你工資 那這樣的東西 那這些當然是一些喜順 但是 即是之前所謂那個partner 那現在就是講 即是去提供你的那個老闆 OK 那他可不可以 再一直在那裡護住你呢 還是反正 哦原來 即是 他提供完你之後 原來他都要退休了 那你忽然之間上到高處 高處不升寒 沒有人去照你的時候 你能不能夠去 即是 即是獨力去支撐 這個這樣的大局 OK 那所以你不會以為 我升職加薪金 是很好玩的一回事 原來他接下來的那個責任 都是會非常之多的 那所以 跟你啦 就是說 那如果 即是你失去了一個靠山 反而是失去了一個靠山 但是自己 你忙了啦 那當然你受固 你就不會說 扔些錢下去 所以你那個責任資源 你就不需要擔心 但是 你的時間 精神分配 夠不夠呢 會不會拖開自己的身體 OK 這裡就是這樣的解讀 OK 好啦 那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天無處人之路 那現在呢 就給你們一個 小小的法寶 究竟 就是這些 事業突破的時候 有些什麼 是可以 幫到自己呢 是一個貴人來的 你一定要找你的家人去幫忙 OK 那所以 如果你自己去搞壇生意 你找自己的家人 即是 插棋下去 那就是 永遠這個世界上 家人是最信得過的 即是 你來自一個 有沒有一個很複雜的家庭 家庭是否和諧 你家庭是否和諧 你明白啦 你們家庭是否和諧 你便會有些信得過的家人 但如果大家都經常在鬼鬥鬼 那誰會真心幫你 那這個你就要反求諸己 究竟自己發生了什麼問題 OK 好 但是如果 不是自己生意 那你說 我是公司的東西 那我怎樣去 就是帶個家人 如果我當你真的夠 夠權力的話 你可能真的 就是偷偷摸摸 介紹一些家人 進去 就是你的公司去做事 OK 那當然 你那個權力有多少 還有 你那個隱瞞的能力有多強 OK 我當 如果你是一個很特別的性 OK 我當你性無用 OK 然後你介紹自己的 不知道自己的 自己的 側進去做 他有性無用 那這些東西你 瞞不到 對不對 但如果你姓陳 你要介紹一個姓陳 那很閒 對不對 如果你們同一個地址 就瞞不到 那不同地址又可以瞞到 明白嗎 就是 看看可不可以 安插到一些親信 進去這個公司 去幫你 有些事情頂一頂 OK 又或者不要說到這麼複雜 現在就是在拍電視劇嗎 OK 唐辛風暴那些嗎 OK 唉 什麼年代還在說唐辛風暴 神經 好了 那 或者你嘗試把一些公司的東西 帶回家做 當然這個是 不建議 就是努力平衡 還有這個也是 香港的 努力市場經常為人救病的地方 對不對 我當 如果你有些東西 真的可以帶回家 然後有個家人可以去幫幫眼 給一些意見 那 都不失為一個良策 OK 我假設 你真的忽然之間升上高位 就有很多數 就是一些管理帳戶 那些要碰 但原來你對這些東西 本身不是這麼精通的 但誰知道 你老婆就是做會計的 你女兒就是做會計的 那你這些東西 是不是應該帶回去給他們看 叫他們幫一下眼 然後他們給了提點你 然後你回到公司 再去表演 那你便如魚得水 嘖嘖 如魚得水 嘖 我都要喝一口水 總之就是這樣 OK 那我祝你們接下來 Fuck 終於現在開運了 最後提回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Ig、Mimi、YouTube 都記得要點擊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聯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有時候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根性像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聲師 是會跟星像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滿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雲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一點點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雲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行星銀行的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